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 2024年3月30日 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夜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和大家聊几个比较新奇的事情 都是和财经的金融方面相关的 相信呢 很多大家都没有听说过 首先第一个跟大家说的事情呢 又有一家外资巨头 要撤出中国市场了 那么这是哪一家呢 就是美国的软件巨头 而多比 如果说你没有用过这个软件而多比 但是你很可能会听说过 就是PS啊 就是图片修图 这样一个功能的软件 作为目前市场上设计上最主流的 后期编辑的工具啊 它的产品是非常之多的 比如说这个Footshop 就是它最著名的一个产品 可以说它的一些软件呢 广泛应用于设计出版 印刷数字媒体的领域 已经成为每一个设计师工作者 不可或缺的一个利器 而多比的官网呢 已经在2023年12月3日 是暂停了在中国销售中国的摄影计划 而2024年6月 将停止各渠道 售卖中国的摄影计划 所以基本上在今年的6月份之后啊 而多比将全部退出中国的市场 对于这样一家软件巨头了 退出中国市场 那么它一个主要原因呢 可能就是中国的盗版 非常之猖獗 这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中国各种盗版软件呢 侵犯了它的产权 也影响了它的利润 同时呢 因为中国对这方面的需求啊 可能大幅度的下降 特别是中国整体经济不行 还有呢 中国的一些建筑啊 然后中国的基础设施啊 现在是到了一个低谷时期 所以对这个软件的需求啊 也是急剧的下降 所以他觉得中国已经是无力可投了 所以现在开始卷铺盖走人了 离开中国 所以大家看看这些年呢 从中国彻底的外资企业 各个行业基本上都有啊 从高端的研发 然后有制造 然后有后期的一些服务 图文处理等等的 各方面的软件 基本上都在离开中国 这不是哪一个行业的问题 说明中国的经济啊 确实就出现了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一些外资啊 要撤离中国 除了这些实体企业 服务业的企业撤离中国之外了 还有一些投资类的金融企业 也是在离开中国 那么撇开意识形态 或者政治倾向 也有了对中国经济信心呢 这类复杂的问题 但是更实际的 纯粹的简单的一个算术问题啊 可能就是在中国投资收益啊 是快速的下降 已经是不划算了 比如说一年前呢 海外的投资者 拿100万美元来中国投资 那么按照当时的汇率啊 是6.87 他换得687万人民币 进入投资市场 假定呢 他在中国市场投资回报 是5.2% 那么这个估计呢 就是以中国的GDP为准 5.2%的回报呢 可以说是大概率实践 那么这里我们姑且相信 他这个5.2%的GDP的增速啊 是真的啊 如果不是真的更低的话 那投资收益会更低啊 所以按照5.2%的投资收益来算 那一年之后呢 他手上就有722万人民币 而现在的汇率呢 可以说基本上就是7.22 他正好呢 可以换回100万美元 不赔不赚 意味着他一年前拿100万美元进来投资 换成人民币来投资 那么现在他拿出去还是100万美元 那么如果进入汇兑 一进一出这一个差价 投资的其他成本 比如说分析操作 金融服务等等呢 那他可以说就算是要亏了 亏个2%到3% 所以他拿100万美元到中国投资一年 不仅是没赚 而且大概率还要亏三个点 如果考虑到美元债券呢 这一年的无风险收益率 基本上是5% 可以说那这个外资拿100万美元进来 他的机会损失啊 就是机会成本至少是7%到8% 所以这样算下来了 作为一个投资的基金经理啊 他这一年的业绩啊 就非常难看 如果没有特别的理由啊 他当然是应该撤资止损 离开中国的 所以不管是实体的外资企业 还是说投资类的金融外资企业 到中国来啊 基本上都没有利润可投 这个时候他必然是要走了 不走了 等着亏钱嘛 尽管外资啊 在撤离中国 中国的外贸顺差 可以说基本上要消失 而且是出现了逆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中国还是在暗中啊 给俄罗斯输血 不过美国的制裁啊 这个行为呢 最近有一个典型的大事 是什么事件呢 就是财联社报道 有人通过加密货币 给俄罗斯达了200亿美元 然后呢 这个评论区啊就翻了 很多网友认为啊 这是中国政府打的 因为俄罗斯目前呢 没有这么有钱的朋友 除了是中共政府之外 没有任何政府 有这种可能性 有这种实力 给俄罗斯通过加密货币 汇200亿美元 中国的互联网上啊 这个事情现在吵得非常之火热啊 有一个帖子就说 网上最近爆出200亿美元 通过加密账户啊 打给了俄罗斯 这个事件呢 被美国发现了 现在美国呢 正在查是谁把资金打给俄罗斯的 俄罗斯最缺的就是美元 到底谁有这个实力了 这200亿美元 谁批准的呢 花的是谁的钱 可以说这个事情呢 国内网友啊 都是非常关注 中国政府可以说自身都难保 尼普萨过河啊 现在是内忧外患 各种政治经济外交的问题啊 基本上困扰着这样一个政府 中国的老百姓的日子啊 已是江河日下 在这样的时候 还不顾自身的安慰啊 给俄罗斯输这个200亿 可以说呀 是刺痛了中国网友的神经 有一个网友回帖说 不要猜 万一猜对了就麻烦了 还有一个网友说 你们会不会包含 所缴社保的一部分 还有一个网友说 有这个钱 为啥不对自己的国民好一点呢 还有一个网友说 这要是被查到了 后果就不用说了 所以大家看看 老百姓呢 其实都是民意人啊 但是 但是中共的独裁政府啊 从来都是从自视的利益出发 他不会考虑老百姓的安危啊 老百姓日子好不好过 和他无关 老百姓饿死再多人 和他也没有关系 只要他的统治地位 是稳固的就行了 所以习近平政府呢 觉得俄罗斯如果垮了 那么美国和西方 可能要对付的就是自己了 所以现在是拼了命呢 去维护俄罗斯 尽管俄罗斯和中国呀 是世仇 是历史上对中国伤害 最大的一个国家 他们侵占了中国 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而且杀了很多中国人 对不对 这笔账其实怎么算 都是敌人的 但是现在硬生生的 被他做成了朋友 你俄罗斯到时候缓过气来 会不会对你好一点呢 我觉得不一定 很可能是背后捅刀子的货色啊 所以现在中共啊 拼了老命 给俄罗斯续命 其实啊 他也是认为在给自己续命 但是很可能呢 他自己的命呢 也撑不到那个时候 我觉得在美国制裁和西方全面大兵压尽的情况之下 中共体制啊 可能维持不了多久 如果是他真的疯狂到去攻打台湾的话 那死的就更快了 那么中国政府呢 一边给俄罗斯去书写 一边呢 在自己的海关出口的数据上啊 去大规模的造假 来迷惑世界啊 我们知道中国的贸易顺差啊 可以说在去年萎缩的非常之快 几个月份呢 还出现了贸易的利差 那么今年情况可能更加不乐观 可能全年呢 就会出现贸易的利差 那么一旦中国没有足够的外汇 没有足够的顺差的话 可以说中国在国际上的行动能力和影响力 就会大打折扣 很多小流氓就不一定会团结在他的周围了 最近呢 彭博社报道 说美国停止使用了中国海关的数据 是因为中国爆出去的进出口数据呢 与其他的国家相差非常之大 所以现在中国基本上就是靠虚假贸易的数据啊 来畅向中国经济的光明论呢 我们看看彭博社的这篇报道 根据彭博社3月28日的消息啊 由于中国海关公布的进口数据 与其他国家出口数据出现了越来越大的差距 贸易行业人士呢 对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数据 尤其是进出口贸易数据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表示越来越大的担忧 比如说根据报道 根据中国的官方数据 中国去年呢 从巴西和美国进口了9600多万吨的大豆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数据就显示了 有超过1.01亿吨的货物啊 出口到了中国 所以中间的差距啊 还是非常之大啊 美国的农业部呢 对此表示 说这些数据上的巨大差距 使得美国农业部啊 不得不停止使用中国提供的大豆的数据 转而了使用对中国出口国的一些数据 为了弥补中国官方数据的误差呢 美国农业部啊 还不得不将2020年到2023年营销领度的中国大豆进口量了 进行了调整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了 中国的经济啊 外贸在坍塌的背景之下 为了了继续畅想中国经济的光明呢 维持表面上的好看 开始变本加烈啊 数据造假来迷惑中国的老百姓 迷惑全世界 营造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啊 非常旺盛这样一个假象 那么就像今年年初公布的一组数据 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数据啊 大幅度的飙升 特别是出口 很多人呢就表示怀疑 很多小粉红就像打了鸡血一样 其实很可能呢 就是中国数据造假的一部分啊 所以对于这样非常反常 反差非常大的数据啊 其实不用看 就是他们的造假 只是他造假了 造的太夸张 逻辑不能自洽而已 基本上可以这样来理解啊 那么数据造假也是有个限度的 现在连美国都看不下去了 你如果继续夸张的造假 全世界各国啊 其实都会发现 那么到时候丢念的还是你自己 靠数据造假 是不能挽救你经济的危局的 只有师大师的发展实业 发展外貌 才可能缓解 中国正在坍塌的经济形势 但是可以说啊 在习近平这种领导之下 一切都将无力回天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 和冷眼先生也合作了很多年 帮助众多的客户实现了移民移居的梦想 最近很多朋友看到媒体的报道 觉得加拿大在收紧移民政策 担心去不了了 今天借冷眼先生的视频 跟大家分析一下目前的局势 虽然经历各种辩证调整 加拿大仍旧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才和家庭 只是方式和路径有所更新 在众多的移民项目中 雇主担保依然是大众的优选 这个项目也是目前加拿大移民配额最多 省力周期较快的项目 要求申请人大专以上学历 50周岁以内 雅思4到5分以上 以申请人自身的专业和工作背景匹配雇主 递交移民申请 不过曾经的地门槛 现在要求越来越高 部分省都增加了EOI的打分要求 曾经能一步到位在国内获批的移民项目 现在很多都要求提前申请加拿大的公签 登陆加拿大之后 才能满足移民局的EOI邀请 一步到位在国内获批移民身份的项目 在加拿大已经是渐行渐远了 当然自然条件极好的申请人 比如硕士 博士学历 优语国家留学背景 雅思门口8到9分以上的申请人 选择还是会多一些的 目前最后的低门槛项目 比如有萨省雇主担保 阿尔博塔省的RRS小镇项目 阿尔博塔省的四五类餐饮行业项目 加拿大农业实比试别项目 还在创口期 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时机 此外随着加拿大政府对创业和创新的日益重视 SEOE联邦创业移民项目也成为了另一个热门的选择 这个项目对申请人的年龄 职业背景较宽松 雅思成绩只需要达到5分即可 登陆时间也非常灵活 中国专业团队组团创业的途径 申请移民加拿大 不限制在哪个省创业 且申请人身份获批以后 不会因为创业失败而影响身份 创业配额近几年再逐渐的增加 足以说明加拿大政府对这个项目还是非常的支持 很多朋友计划给孩子办理加拿大留学 父母则以陪读的方式 考虑登陆加拿大以后再寻求移民方法 陪读签是旅游签 在加拿大是不允许工作的 加拿大今年也是大幅度的消减留学配额 尤其针对大龄的申请人 并且今年还宣布了专科 以及私立学校毕业生是不颁发公签的 所以通过留学移民基本是没有希望的 另外就是旅游签转公签再转移民的方式 就与国内申请移民的流程几乎无差别 只是在您办理移民那天期给孩子申请了留学 加拿大移民持工签入境 孩子可以马上享受免费的教育 先办留学只会让您额外花费孩子留学的学费 所以移民一定要专业的团队做方案 每个人的情况都是独特的 选择最合适的移民途径 需要根据个人的背景综合条件去考虑 这样才会避免拒签省钱也省市 我们是一支从事加拿大移民十多年的律师团队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移民项目信息 请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我们会为您提供一对一的咨询服务 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那么说到数据造假了 最近比较流行的一个事情 就是大家在买黄金买美元 但是很多朋友也是担心 特别是我的一些粉丝朋友 经常听我节目的 对这种假黄金假美元 其实是非常警惕的 因为我早已经告诉他们 目前中国国内的食物黄金 掺假的现象是非常严重 前几年很多大家买的食物黄金 会发现黄金长眉的现象 长袖的现象 会发现黄金生锈的现象 这明显就不是纯金 至少你们是掺的假的 而现在在杭州 前两天有一个记者做了一个调查 他在网上在淘宝上购买了食物黄金 然后收到之后一检测 发现里面是铜 大部分都是铜 然后他想去退货 想维权 但是淘宝的工作人员就不接他的电话 因为他说的是中文 客户对说中文的购买者 可以说比较怠慢 然后他用英语去咨询 然后很快得到了客户的回应 这个事情在网上传得非常之火热 大家可以看看 转人工 转人工 给您说是或者不是 是的 转人工 点击退款详情查看出结果 搞错了 再来 学生品有质量问题 是吗 请您说是或者不是 Hi I can't speak Chinese 其实从这个视频呢 就可以反映出来 目前中国的黄金造假 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大家不要看黄金呢 现在非常火热 长得非常好 你也跟着去买 能眼一直是建议大家 要买黄金呢 在四大行去买 有顶级的那些黄金公司啊 前几名的也可以去购买 但是不要在中小的黄金公司 也不要在中小银行 去买这些黄金 因为他们里面买到的 很多可能是参加 同时呢 他们也不回购 那么到时候呢 你如果黄金想变现的话 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 当然了 这并不是说 在四大行买的黄金 就不会出问题 因为网上也有人爆料啊 是2018年左右爆料 说他七年前 在公行买的如意金 生锈了 其实这个网友在网上啊 把照片相关的文字描述 可以说是非常之齐全啊 当时在网上也是引发了高度的关注的 所以并不是说四大行卖的黄金 就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说他假黄金的概念 会稍微的低一点 因为在中国这种地方呢 可以说什么神奇的事情都会发生 所以最可靠的办法 还是在海外买食物的黄金 然后呢 存到海外的银行 一些保险柜里面去 我觉得这种方法其实也不错 所以大家如果投资黄金 一方面投资食物 另一方面呢 像纸黄金之类的或者是黄金的ETF之类的 都可以投资一下 我觉得享受黄金的增长的收益 还是很不错的 还有呢 像美元这一块也是有不少朋友去换啊 那么有网友的给我反映 说现在换到的美元 有的上面就盖了那个蓝色的戳戳 像个印章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很不放心 有一个网友啊 他问了我之后找银行去退换 那么银行呢 有的还是愿意退换 但是有的就不退啊 那么根据有些说法呢 这些盖了印章的美元是有些问题的美元 有的呢是从钱庄流出来的 有的可能是曾经持有这些美元的客户啊 出了一些信用方面的问题 然后在上面盖一个戳戳 这样的美元在市场上流通呢 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有的说海外的银行有些不收这样的美元 当然呢具体还没有验证啊 但是啊也有一种说法 这样的美元呢也没什么问题 所以两种说法现在都有 那么我个人的建议是啊 在你不能确定证明他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最好的办法呀 我就是不收这些美元就完了 选择那些票面干净的 清洁的美元不是更好吗 不会有什么问题 所以大家在换美元的时候 如果发现了这样的美元 可以要求银行的工作人员给你换 对不对 如果你收到了之后 你后面呢也可以要求他去再换一下 我觉得这是最保险的办法 节目的最后再跟大家说 国内最新发生的两个金融大关 一个是有些地方的平安银行啊 已经开始爆雷 已经变成了荷兰的村镇银行 那么荷兰省的村镇银行 我想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客户在里面的存款呢 提不出来对不对 而且在全国呢引起了很大的风波 很多客户是集体去维权 要求提款 到现在可以说还没有完全解决 但现在呢平安银行 可以说是中国的一家中型 甚至是大型的银行啊 现在是很多地方都开始出现了 储户不能提款的现象 你们看这么多人都是跟平安银行要钱的 钱存在平安银行要不到了 要不到了 严惩平安银行 严惩平安银行啊 钱存在里面 客户进行签字 都是骗人的啊 都是骗人的 最后拿不到了 都是拿不到了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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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钱不给 欠钱不给 欠钱人家存的钱 存的钱都没有了 平安银行啊 人家都是要在的 要在的 拿不出来 你看看就看了 那么这个视频里面呢 就是严惩啊 严惩的一家平安银行呢 就出现了问题 很多客户啊 在里面去静坐 然后坐在地上维权 可以说也是非常之惨淡 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有钱啊 千万不要存在这些中小银行里 未来中国中小银行啊 爆雷概念啊 是越来越大 而像平安银行 这种体量的银行 爆雷啊 可能会影响范围非常之广 那么未来呢 像平安银行这种级别 爆雷可以说算是非常常见的 除了四大国有银行之外 很多中小银行 或者农商行 陈商行 爆雷基本上都是 大概率的事件 为了你的资金的安全呢 不要把钱存在这些银行里面 你看中他高的利息 其实他看中你 可能是你的本金啊 而除了平安银行爆雷啊 最近呢 有一组数据啊 也是流出来了 有一个帖子就说 银行的朋友透露 说全国断供的数量之巨 已经震撼眼球 真实数据 现在无人敢公开了 到底是什么数据呢 主要就是断供法牌屋的数据啊 那么根据这张图表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江苏省的法牌屋 断供的法牌屋啊 已经达到了21万套左右 而这张省的呢 达到了18万套 这是前两名的 这是前两名的 第三名呢 是荷兰省的 是12.78万 然后第四名呢 是广东省12.7万 往下排了 就是山东 福建 四川 广西 湖南 黑永江 贵州 大家可以看看这组图表啊 可以说目前呢 中国的整个经济出现了萧条 然后失业率啊 大幅度的飙升 很多家庭呢 还不上房贷 出现了断供 然后房子被法牌的现象 就算是法牌啊 也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 所以这样一来呢 很多中产一夜就归零 甚至变成了负资产 而银行相反呢 也会被拖累 很多银行 因为曾经的香薄薄房贷啊 现在可以说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因为房贷里面的窟窿非常之大 就算把房子拍卖啊 也无法偿还银行的贷款 卖不出钱来 那么银行也会被拖下水 这也是为什么我刚才说 中国很多中小银行 都将破产的一个主要原因 所以未来啊 在中国不管是楼市 还是银行 还是中国的债务 还是中国的外贸 还是中国各种投资的标点 都会出现这种大的坑啊 那么这个坑 你如果一辈子踩一次 可能你就永世不得超生了 所以大家如果想规避这些坑的话 我建议加入能引的会员群 因为会员群那边的朋友啊 都是非常机密 而且呢 身价非常之高 大家三观非常一致的 可以说 对国内的投资标底 基本上是不看好 而且投资是非常非常谨慎的 现在都在处理资产 想办法了 把资产转移到海外 可以说 基本上大家资产配置的思路啊 都是非常像像 都在齐心合理啊 把自己的财富和肉身搬到海外去 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目前一个共同的目标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寻找中间具体的操作 想找到同行之人我觉得加入会员群是一个非常好的办法 你们可以揭持很多不错的朋友 质量非常之高啊 欢迎大家扫码进入我的会员群 不管是海外配置资产还是移民买房 买保险海外开户 基本上是应有尽有 而且呢 现在入群呢 还可以送 能也还会送一本自己编的书给你 是财机内的启蒙书 可以说非常有价值意义啊 好 欢迎大家扫码进群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 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